为维护民众饮用茶品安全 台北市卫生局前往超市卖场、茶行、饮料店等处 抽验茶叶及花草茶农药残留 抽验50件产品中 4件不符合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规定 其中粉玫瑰以及玫瑰花瓣各剪出1项残留农药 2件蝶豆花各剪出2项残留农药不符规定 不合格率为8% 我们这次要说明的是在茶叶跟花草茶 其实这个跟这个夏天有点关系 毕竟夏天到达会想要多喝点水 所以在花草茶跟茶叶的部分 也是在接近下期非常热门的一个产品 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特别去针对市售的这些花草茶跟茶叶 去做一个抽策的把关 这一次总共抽验了50件 其中有4件的一个农药残留是过量的 这个是规律大概是8%左右 这4件里面有2件是所谓的玫瑰化瓣这一类的产品 另外有2件的话是所谓的蝶豆花这一类的产品 这个农药超标的话 它是不符合食安法第15条的规定 那依法可以处6万元以上那2亿元以下的一个发换 那再的话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农产品是有兴趣的 那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农药的使用上 可能要注意在源头的把关 那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那在消费者购买这一类的茶叶花草茶回去使用的时候 那当然你也可以经过清洗 如果不清洗的话 你可以在饮用前的这个壁泡可以把它倒掉 那它可以减少这个残留农药的使用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说大家有买一些茶包啊 或者是中药类的茶包 那回去的时候也记得注意看一下它的产品包装上面的标示 那依照它的标示的一个部分去使用 那也要注意一下产品是不是有过期 卫生局表示由于市售玫瑰花瓣蝶豆花等产品 多为小农业者或进口 在管理上相较茶叶没有那么严格 农药违规率也可能比较高 那这个品项里面大部分就是传统我们认识的茶叶 可能乌龙茶绿茶红茶等等 那这类很多是所谓国内的一个生产 那国内其实在生产的过程 在农政部门他们对农药残留的控管 那还有包括辅导农民 其实这个部分是还蛮上回到的 所以相较来看的话 其实它的合格率是很高的 那我们这次抽烟的一个玫瑰 那还有包括就是这个蝶豆花 在国内它并不是很大宗的一个花草茶 或者是茶叶的产品 那比较是进口的 那或者是比较小农在做这个生产 那我想这个部分它的一个合格率 相较一般茶叶 它的合格率就会比较差一点 这个还是要从源头去做把关 另外卫生局也提醒消费者 在泡茶时除了用80度C以上的温水之外 将第一泡茶水倒掉 也可以避免摄取到残留农药 选购相关产品时 最好选择具有良好信誉的商家产品 或具有农政机关核发的农产品标章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